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孔明箱 怎么打开的呢 这么打开的 它是有一个鸡瓜的 这样子打开 这样子才能打开的 打开之后这里面是一些玉器 是一些玉器 我们把它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箱子 这个箱子是竹子制的 这里面也是放的这些 现在放到这盒子 盒子里面都是本人的一些收藏 津贴的话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这些盒子里面基本上也是玉器 基本上也是玉器 有这个青带的 明带的一些玉器 包括老翡翠 老翡翠 每个盒子里面都有啊 啊 这里面也是玉器啊 也是玉器啊 也是玉器 那里还有一个盒子啊 啊 这里也是玉器啊 这也是玉器啊 这里面啊 这个大盒子 把它打开呗 嗯 这里面也是 还是玉器啊 还是玉器啊 还是玉器 呃 本人呢 还是 比较喜 �por 收藏玉器的 像这个的话 是一个 一条龙 一条龙 欢迎大家 通过交流 今天的话 我解答的 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箱的玉器 这个是一个龙形的 这是一个龙形的 欢迎大家评论去评论一下 这是什么玉 然后的话是什么时候的 这一个 这是一堵和花 玉制蛮好 玉制的还是蛮好的 这是一个 磁脸铜纸 磁脸铜纸 发现大家评论 这是什么时候的 这是一块翡翠 翡翠蝴蝶 挂件 钓件 这是一个白玉 这是白玉 这也是翡翠 翡翠 翡翠硬度比较高 天拿的 这都是天拿的翡翠 这个漂亮 这个本来很喜欢 非常喜欢这一件 大家回家看一看 家里面有没有这种玉器 反正也是喜欢收 也是喜欢收藏 平时的话和大家分享 交流 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是一个手足 核铁玉的 核铁玉的 这白玉 白玉的 也是一个吃龙 也是吃龙 小串 手足上面 这一个白玉 绿苏石 这是一个发蓝 发蓝 玉器 手足 核铁玉 瘦字牌 这个当年应该是用来 顾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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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瘦的礼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关注 我是龚哥 发音交流